大家好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4月26日 因为刚刚下完雨嘛 所以就比较凉快 我就出来走走 顺便去买点菜 看街上人还蛮多的 可能是本身这就是一条热闹世界 所以说人就特别多 当然平常这里也是我平常经常走的地方 前两天因为就是气温实在太高了 所以我就没有出门 我一直待在里面 烧烤 今天那些都在这些烧烤的地方 要赶菜我不能进入 这边是卖他的女士服装的一条鸡 因为 因为前几天 这二十三号左右吧 还有这七号左右 这个曼谷隔壁 都发生了一些绑架案 然后发现这些泰国政府又说 这些绑架案的发生了 这些绑架案的发生了 都是跟那些他们的涉案的人士 受害人士和绑架的人士 这是什么 都是中国人 所以就 所以就 所以就有 他们是由合伙 合伙来做 所以说 而他们有个共同点 就是都是持有理由签证进来的 所以说最近 泰国政府决定对在曼谷的地方 进行了一个签证大检查 所以说出门要带好 带好 带好 诶 这个是 要嫌举了 我刚刚在看那个嫌举的 那个名单 出门凉快 出门不热 走一走 还是挺舒服的 这是卖香蕉的 挺好的 这条脚很热 烤丸子 刚刚说到那个泰国要 大检查签证嘛 他检查的签证的主要类型就是那些 落地签 旅游签 拿进来泰国的 因为就是说 新闻上说的 新闻上说的 是因为这几天 泰国在一地一地住有大难的外国人进入 虽然创说了但是一些 那些资安案件也发生了 所以说 为了要打击 违法犯罪 所以就 要进行签证大检查 防止那些持有理由签证的 遗迹都有 另一个方面 防止那些 搞灰产的 是利用这种 这种情况来进行作案 所以就这样子的 可能今天要下雨 还要下雨吧 看这个天 黑沉沉的样子 感觉还要下雨 我没有收开 来到泰国 我这下就收了 快两年了 其实泰国 落椅的地方很少 比新加坡一样 所以 所以一到下雨的话 是非常开心的事 因为落椅就凉快啊 对不对 不过今年的气温 确实要比往年 去年温度要高很多 去年我记得 我住在这里的时候 最高气温才37度 体感温度是12度 而今年 目前为止 已经达到了 最高气温 30 30 30 快速度了吧 然后 40度 40度 然后体感温度 达到了 54度 所以就非常开心了 所以 马上要到了 我要到那个 所以我就不能拍了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欣赏 踏赏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 중에 不 我们下午 在那里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